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讲一款10年前尺度非常大的游戏 《虐杀原型》 这款游戏当时在网吧里边那是非常的火 相信很多朋友都玩过 《虐杀原型》它其实是由某国的R1工作室 在09年发布的一款游戏 这家工作室其实算不上出名 之前就是给大厂做了多外包类型的这种工作 后来《机缘巧合》被维旺达给收购了 再后来又并给了动视 又遭到了解散 也是一波三折 《虐杀原型》也算是这个工作室最出名的一款游戏 当时的《虐杀原型》真的是每家网吧都有 因为它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刺激了 所以说你在看别人玩了之后 都会问一下 这是什么游戏 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传开了 这款游戏就是一款单机游戏 有的人就是说包业或者快下机了 都会选择打开这个游戏 玩上那么一会儿 玩家在里边扮演的角色叫A格 戴着一个黑洞帽 非常的帅 背景说的是他被感染了 激辛突变了 变得非常非常的强 在游戏里边基本上都属于 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以一抵白不再画下 想像这种割草的快感 再加上呢 它本身又是这种反英雄人格的设定 在当时还是非常新颖的 《虐杀原型》火了之后呢 阿一又着手准备了《虐杀原型2》 虽然说它的一些制作品 《虐杀原型2》 精良了很多 但是《虐杀原型2》 整个玩家都不买账 你知道《虐杀原型1》它是A格吗 2那边把它给黑化了 最关键的是 居然到最后 它把1的主角给干死了 A格在1里边 那就是秒天秒地秒空气的存在 你到2里边 轻轻松松的被人给干死了 加上2里面各种吃书的设定 所以说玩家对2 其实并不买账 2的销量剖干之后呢 动视也是果断的解散了 R1工作室 谢莫杀驴 老子妈资本家了 直到现在呢 还有有很多人 在《虐杀原型3》 或者是在各种顿摊里边问 《虐杀原型3》会不会出呢 可见大家呢 哪怕过了这么多年 就这款游戏还是很期待的 但是呢 毕竟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动视都被微软射够了 所以说出三的可能性 真的很低 而且我觉得大家期待的 也不是说《虐杀原型》 会不会出三 而是怀念当初那些 无忧无虑的时光罢了